昨天 陈居士发现 印疗太上看影片 送到此地来 我看了一遍 我再将《文昌帝君英之吻》找出来 还有一篇《福佑帝君》的《心经》 《福佑帝君》就是吕洞宾 这个三篇东西都非常之好 使我们回忆到民国初年 阴光大死 他老人家一生不遗余力地提倡这些书 苏州《红化石》印得最多 印得最普遍的也是这些书 想了凡思绪 感应篇惠宾 暗思全书 印足在世的时候 总印了百万策以上 《红化石》出版的一些经论 数量 跟这三种书比较差得很远 印足何以提倡这些东西 它是佛门一代祖司 尤其是禁忠祖司 尤其是禁忠祖司 它比禁忠的典籍 流通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禁忠祖司 它的用心究竟何在 值得我们深深地去分析 禁忠的典籍 禁忠祖司 只能渡根属众生 正是《梅桃经》上所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父的因缘得生别过 那么由此可知 禁忠妖独得的对象 是善根父的因缘已经成熟的人 这一类的人 数量确实不多 大部分的人 没有成熟 没有成熟的人 又丧失了 慎行教育的机会 于是随身自己的烦恼 随身自己的知见 随身自己的欲望 为所欲为 这不知不觉 造下了许许多多的军业 造一 决定有报应 造的时候 他不知道 他迷惑电脑 到受古报的时候 后悔莫及 于是我们体会到 印族的用心 是普度众生 这个世界的众生 现在普遍地 在造出极重的罪业 不知道回头 我们以正法劝导他 他说我们迷信 他说我们落伏 说我们跟不上时代 不但不能够接受 不能相信 还给我们严厉地批评 这个批评就是毁谤三宝 毁谤三宝的 这个罪业更重 阻思慈悲 所以对这类的众生 不说佛法 直说是法了 佛是一二地说法了 真地是如来自给 清正的境界 俗地是恒顺众生 所以祖四是顺众生的 知见说法 全身归过 表凡苏信的目的是教世间人 知悟 教世间人 明白 明白 因果的道理 因果的事实 一个人在世界 确确实实 是被自己的命运 束缚住 可以说 没有人能逃得过命运 命运是怎么来的 自己造的 所谓命运 实在讲 就是因缘果报 佛在经上说得好 余知经是果 这是余知 这个前世因 今生受的是 前世造作的是因 我们这一生所受的就是果报 余知来世果 今生做的是 我这一生所造作的 感到来世的果报 这是事实 我们今天所得的这个身体 这正报 我们的容貌 我们的健康状况 这正报 我们的生活环境 这是衣报 确确确实实 是自己造作 自己在生活 如果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我相信 每个人的造作 就不一样 哪一个不想 幸福美满 幸福美满 是要善意感到的 谁愿意受苦呢 谁愿意受难 苦难 是卧夜的造感 人生在世 不可以依赖别人 别人帮不上我 所以 佛称了 无意道人 无意没有依靠 人生在六道里头 佛在经上讲得很明白 独来独往 我们这一生 我们这一生 时间很短暂 即使你 一谈指就过去了 所接触的一切人事物 虚幻不实 能接触到的都是缘分 佛家家四种缘 缘很复杂 丰为斯大利 与人 与世 与无 都不外者 斯大利 所谓是 报恩 报怨 逃债 还债 如果没有这些恩怨的关系 虽遇到 也是陌生人 也是不相识 我们在马路上散步 看到来来往往 这些人物 觉悟的人 修行的人 感触跟一般世间人不一样 世间人朦朦动动 觉悟的人很清楚 很明白 眼前这个现象 刹那几 也刹那 所谓见到这些来来往往的人物 下一次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了 不见得 有这个可能 这一生一世当中 就这么一次 这都是四十 这一次也是约 这个里面 也有善约 也有我 见到圣欢喜心 善约 见到心里面 不欢喜 这五元 这个圆很淡薄 时间很短暂 如果这个圆很深 时间很长 这就变成家人 变成亲戚朋友了 纵然是叶家人 也很难相聚 这佛法里面讲的爱别利 这叶家人 为什么也很难相聚 也是语言不同 所以料凡私信的 让我们认清 这个四十真相 然后就晓得命运是怎么来的 命运可不可以控制 可不可以改变 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是要断悟修善 几共累得 你想做 你必要有智慧 你有能力辨别 什么是善 什么是我 你有能力辨别 什么是邪 什么是真 什么是是 什么是非 那至于什么是善 你有能力辨别这些 这是你有智慧 世界 许许多多人 把这个事情看见到了 看错了 这叫愚痴 愚痴造出的业 当然是罪业 是卧业 明的 清楚 有智慧的人 他所造的 当然是善业 善业 与真 与真 相应 相应 那我们知道 印族的心 无非是希望 一切众生 获得这个能力 并非邪正 是非 善果 然后 断悟修善 改造自己的命运 创造自己 新的 美好的命运 那么改造的标准 是什么呢 佛在经上说的很多 但是 佛所讲的 是分散在 一切经论里面 儒家 也讲 道家也讲 都是分散在 电机之中 我们必须要读很多的书 才能把这些标准掌握到 这个事情 对现在的人来说 有困难 到什么地方 收集这些电机 于是乎 印族看到感应片汇编 文昌帝君 音之文 这个好啊 每一个字 每一句 都是善果的标准 这个好啊 而且这两篇文章并不长 感应片 一千三百多次 音之文 七百多次 所以两篇东西混起来 不过两千字的样子 踏实将善果标准 集中起来 所以 所以 因族劝导我们 每一天要读 读的时候 要对照自己的心性 我们的一天 我们齐心动力 淫于造作 跟他对一对 天天对一边 一到这个标准 改过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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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 三个月就有效 三个月就有效 就有感应 你自己能够确查到啊 那些一天 中间这个 那须耀 滴 distributed 世界中上 渐渐地 员 między manting 如果行之三年 依照这个标准去做 认真努力去做 确实你的业障灾难消除了 一定得上神的拥护 中国人讲保佑 很有效果 今晚大家在报纸电视资讯里面所看到的 全世界 可以说一句 发生非常的灾变 这些灾变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我们看看了凡思讯感应篇音质吻 你就明了了 才知道 许许多多人 所造的业全是我业 这个小册子里面所讲的善我的标准 大家都造我业 正如感应篇幕后结论所说的 三年 天比降之灾阳 人人都造 加速度都在造 那个感应的道理 就是天地在变 天灾人祸 大难就要临头了 人人造 佛家所谓的共业所感 所以因此 不用儒家的道理来救世 也不用佛法的道理来拯救众生 为什么呢 来不及了 儒家的道理 佛法的道理 好像治病一样 那是要长时间的疗养 他现在得的是疾病 马上就要死了 那么这三个小册子 廖凡思讯感应篇 文昌帝君音之文 我又把浮游帝君的金金付上去 这是救急的单方 救命的一副药 先把命保住了 然后再说佛 说佛才能有成就 命都保不住了 说佛没用 得不到利益了 佛法里面 这些道理讲得很多 也讲得很深刻 像这个无量寿经 诸位天天读诵 三十二屏到三十七屏 专讲 国报之事 所以我们特别把它提出来 作为宛阔读诵的经文 早晚哭 早哭目的是提醒自己 晚哭就是反省 坚定 忏悔 改过 这样的修 那才叫真修 绝对不是把这个经文念一遍 给佛复杂听听 那你就全都错了 但是 还是不及 感应篇音质文 那么样的情形 明白容易懂 随忍 激励是它普遍化 这真是慈悲到了起初 祖师今天不在 我们有这个认识 有这个体会 应当 继续把它发扬广大 利用现在高科技 传播到全世界 希望能借着这个唤醒人心 消除劫难 这是我们四众同修 每一个人的责任 能这样做 就是大词大为 真正的佛弟子 好 时间到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